請起泡 國庭演會就跟嘉義的阿咪 20萬人 共同欣賞萬多化的演會 目前基地演會榜真正的五分鐘 也順利加立演出 差不多45分鐘的演出結束 並且我們拍不著笑在說是看得很貴賓 今晚台灣最美麗的天空就在嘉義 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看見嘉義的蛻變 以成長 投資嘉義正是時候 今年的國庭演會在嘉義 十月晚上八點在國庭演會來頂張 但八點的無人記事 擺出收託為告 龍港大關 以及電話民國國旗的導遊 空間經濟結合國庭演會的建築 歐經 向嘉義官專頁實動的無人記國家隊 兵衡在國人面前 兵衡出嘉義的人文含起誓 國庭演會的甘蔗前現在 已經成為世界級的故宮來源 這幾年來經過翁張良縣展看 大家的共同的努力 嘉義縣已經從原本的農業縣 升級為農工大縣 透過中央跟地方的共同努力 行政院也已經宣布 要在台塘太保農場 設立八十八公頃的科學園區 打造智慧農業 智慧載具 以及精準健康 這三大產業聚落 剛才大家都有提到 無人機 確實這是一個未來 產業發展非常重要的趨勢 所以我們也在這裡今年八月成立的 亞洲無人機AI創新應用研發中心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 嘉義有這麼好的條件 我們遠距以後望 希望從研發製造到測試 我們都可以再加一線 總統蔡英文說 嘉義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 努力之下 台藤太保農場 建立科學園區 會把援會敲台的感謝 帶動相關的三業發展 當時水上南政 中部公管工業區 以及民鄉航南區 也共同帶動嘉義的未來發展 相信嘉義會改變 會轉向 即將會買家的館長報道